直总在展开为期一年的同心同行共创未来对话会后 针对乐林劳动队伍提出了主要的建议 为了应对日渐老化的劳动队伍 并且帮助员工更好地适应变化多端的营业模式 直总呼吁雇主成立企业培训委员会 并确保年长员工能够获得平等的培训机会 胡良喜在这家蛋糕店工作了30多年 从生产线员工起步 在过去几十年内学习了厨房里里外外的事务 如今他负责看管生产部门的运作和规划员工的培训 除了寻找更多平台让员工提升技能 直总表示企业也必须确保年长员工有平等的培训机会 直总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年长员工认为 他们所获得的培训机会不如较年轻的同事 直总认为雇主必须改变这样的观念 并呼吁企业重新设计工作 以满足各年龄层员工的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